您瞧瞧我这家里,我妈笑容满面地拍着我的肚皮,指着我前面的哥哥们说,三个男孩,一个女孩,您信我的就是了,就凭我家这概率,保准能生出男孩。 那肥头大耳的男人用很恶心的视线寻视着我的全身,我僵硬着身体的往后退,我奶奶挡住我的身影,她不满地训斥道,往哪走呢?去看看你未来老公啊,跟她熟悉一下。 小白眼狼,真是一点眼色都没有。男人朝着我伸出手,迈着腿向我走来,她的脸上满是银啸,睁着小小的眼睛,走路的时候脸上的横肉都在晃动,让我看看我老婆。 她伸手摸上我的脸,我想挣扎,可我哥哥在一旁死死地按住我。 滚,你不要碰我。 我像个疯子一样尖叫着对她喊,用尽了我全部的力气。 她被我吓到,不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我才十四岁,我含着泪水看向我妈,颤抖着声音说,妈妈,我今年才十四岁,我妈一脸理所当然地看着我。 怎么了呀,给你早点找个夫家嫁过去,那是让你想服去了。 她的语气满是厌恶,小赔钱货,到底也没赚多少钱。 男人笑着负贺,你放心啊,当我老婆,我肯定让你每天都有肉吃。 我哥咽着口水,踹着我的小腿催促,这么好的事,你还不愿意? 这样子,像是我受了多大的恩惠一样。 我猛地转过头,瞪大着双眼,狠狠地盯着她,你想去,那你代替我。 我爸瞬间冲过来,他重重地扇了我一巴掌。 脑袋里一片轰鸣,我感到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血腥的味道。 他指着我破口大骂,我的脑袋里面还在嗡嗡作响。 我听不清他说话,他一巴掌扇得我开始耳鸣,只能看见他的嘴巴动,以及时不时听到的肮脏词汇。 男人象征性地劝了几下,接着就站在一旁享受着我狼狈的样子。 走前,他手塞进我胸口,脸上带着笑意捏了几下。 我恶心地想吐,崩溃地蹲在地上哭。 哥哥嫌我烦,不知道从哪找的布料塞进我的嘴里,我就被他们这么拖着,扔到了柴房。 把他给我看好了呀,好歹是四百块钱呢。 听力开始恢复,我听见我妈大声地喊,等把他卖了,就给老大娶个老婆。 我抱着自己,缓缓地蹲在地上。 从很小的时候,我就知道我妈并没有想留下我。 只是因为在村口医院打胎的药钱太贵,而我的生命过于顽强。 她喝了很多的土方,就差去喝农药了。 可能从还没有意识的时候,我就渴望着活着,所以我出生了。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,我妈想要抱着我塞进井里,被路过的校长救了下来。 她拦着我妈,硬是给她手里塞了一百块钱。 我也就这么活了下来,一点一点地长大了。 其实,我妈并不重男轻女,三个哥哥出生的时候,我妈就十分地厌烦。 但是因为奶奶的原因,她硬是表现着对哥哥还不错的样子。 在奶奶的观念里,男孩生再多都是赚钱的东西,都是她的命根子。 而我,就是纯纯地赔钱货。 理所当然的,在这个家里,所有人看着我的眼神只有厌恶。 因为只要有我的存在,他们永远都少一口饭。 我蹲在地上缓了很久,直起身捡起身边所有能拿起来的东西,用尽全力向着窗户砸去。 砰!窗户被砸出一个洞,四周都是碎小的玻璃茶。 我翻上窗户,手掌按在玻璃茶上面,从上面跳了下去。 天空上面的月亮很亮,照在我前面的地上,倒算是给我指出了一条路。 手上好像流了很多血,黏黏呼呼让我很不舒服。 疼痛已经感受不到了,从心里犯出来的恐慌更加让我胆颤。 我无法想象我要是继续待在这里,迎接我的会是什么? 是像我妈一样,永远眼中只有那可怜的一口饭,还是像我奶一样,满脑子都是传宗接代。 这种日子,我哪怕去死,我都不愿意违背我的灵魂苟活。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,我不知道哪一条路是通往外面的。 我不敢找其他的村民,他们一定会首先告诉我妈。 所以,我去找了校长,他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。 我还记得,当初我到可以上学的年纪的时候,我妈一直死死地把我攥在手里,不让我离开家里。 因为我若是离开了,那么家里就没有人去干我的那份活。 可他不敢直说,校长是村上唯一一个知识分子,也是政府专门派下来的。 他不敢给校长甩脸色,只能一直用穷赌校长的嘴。 哎哟,你要是让四娃去上学了,那我们家的猪要谁喂啊? 我妈拍着大腿,哭嚎着对校长说,你是高级分子,你说我家四娃天生就脑子笨,上学去干什么? 不还是最后要在村子里面嫁人? 我站在门后面,忐忑地看着校长。 我还是太小,无法对自己的命运有掌控。 我清楚只要我妈死活不同意,就没有人再能来帮我。 校长低头想了很久,在抬头的时候,她一脸坚定地从口袋里面拿出来很红的票子。 我妈立刻就笑了起来,连着一口黄牙都露在外面。 她笑着把我推给校长,告诉我好好跟着校长学习。 我猜她根本不知道学习是什么。 我不敢吭声,我只能死死地拉着校长宽厚的手,小心往她的脸上看。 校长的背弯得更厉害了,她拍拍我的手,走出了家门。 四娃,你可要好好地跟校长打好关系,实在不行,你管她叫爹吧。 我妈用恶心的唾液鼠着手里的钱,我爸那满是皱纹的脸都开始舒展。 我已经忘了当初我的心情,只记得从那天后,校长的背没有再挺直过。 校长看见我的时候吓呆了,我照了一下镜子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么恐怖。 手上一直在流血,头发全是杂草,衣服因为刚刚奔跑摔的胶,烂了一个很大的洞。 我顾不上管这些,哭着告诉校长我妈要把我卖给村东的铁匠。 求求您,救救我。 我跪在她的脚边,哀求着说只需要给我指一条出去的路就好。 校长,求求您了。 校长沉默了许久,我从她的皱纹中,猛地发现她好像真的老了。 她咳嗽几声,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,转身去拿出药箱。 去找顾善默吧。 她带着老花镜,给我仔细地挑着玻璃茶。 她心软,而且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。 你去求她,让她带你离开这里。 顾善默是两年前学校新来的老师,她长得十分的儒雅,总是会面带微笑看着我们。 她的课十分生动,谈笑之间都带着高贵的气质。 她会跟我们讲外面的世界,告诉我们一定要出去,不能一辈子都活在这里。 有人举起手问,老师,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呀?是不是到处都是吃的呀? 胡说,一定到处都是钱。 我爸可是告诉我,他说外面都是寸金寸土。 他们哄笑成一团,我看见讲台上面的老师无奈地敲了下桌子,示意他们安静下来。 外面的世界没什么特别的,只是那里你们会有更好的生活。 他伸手指向我们坐的桌子说,就像你们坐的桌子,在外面都是纯木打造的,上面很平整,不会有坑坑洼洼的坑。 他们笑得更加开心,高声地喊着纯木。 我知道,他们并不知道,顾老师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,他们只觉得好玩。 但我听得很认真,下课的时候,我跑到他的跟前,气喘吁吁地抬头看着他问,老师,外面的世界真的会不一样吗? 他看着我的眼神中满是诧异,他严肃地绕着我转了一圈问,你多大了。 我感觉有些奇怪,但还是老实地回答。 十二,他的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,带着我回到了他的住处。 他往我的口袋里装了很多的糖果,让我一天吃一个。 他说,我绝对营养不良,要多不补。 我听不懂营养不良是什么意思,但我知道他给我的一定是好东西。 我躲在我家的后山,把他给我塞的糖果全部都吃了进去。 吃到后面的时候,我难受地想要吐出来,从喉咙往上犯出的恶心让我干呕着趴在地上。 但我还是忍住了,我掐着自己的脖子咽了下去。 我知道只有在自己肚子里面的食物才真真正正的是自己的,其他的所有别人都能抢走。 听到校长提他,我心脏十分忐忑,害怕地问校长,顾老师会帮我吗? 要不,校长按住我的伤口,突然的疼痛让我没忍住缩了一下手。 他抬头,死死地盯着我说,如果他不带你,你走不出这个山。 花朵,你一定要活下去,我这辈子就心软过一次,你不能让我白干。 他那个眼神,在很久之后想起来的时候,我都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 他站起来,把我从凳子上面扯出来,推出了门外。 我知道顾善默每周末的时候,会骑着校长那辆老旧的摩托车,去很远的镇子买东西。 我蹲在他房子的角落,胶着地等着他回来。 熟悉的摩托声响起,我看见他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向门口走了过来。 我用最快的速度瞬间跪在他的脚边,拉着他的裤脚哽咽。 求求您,您救救我好吗? 我妈妈让把我嫁人,她把我卖了出去。 顾善默的表情很诧异,她愣愣地看着我。 我从她的瞳孔中看见了狼狈的自己, 我狠心把校长给我包扎好的伤口重新挤出血。 我就这么用带血的手掌,死死地扯着她的衣服。 她终于动了,低头皱眉问,你妈妈把你卖出去。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 眼泪流满了脸颊,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可怜一些。 我,我没有听错,我一脸恐惧地指着自己的衣服,直愣愣地看着顾善默,一字一句地说,那个男人就这么扯着我的衣服,我妈妈还有哥哥就站在那里笑。 顾老师,我好害怕呀。 顾善默还未开口,我就听见了我妈熟悉的叫骂声。 你们谁看见我家四娃了? 这小赔钱货竟然赶跑。 等找回来,我就打断她的腿。 我听着越来越逼近的声音,浑身开始颤抖起来。 顾善默还是没有吭声,我用力磕在地上。 我的脑门烹得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,大脑里面一片白光闪过。 顾老师,顾老师求您救救我,我愿意,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报答您。 我断断续续地说着,说的话我自己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。 所以我只好磕头,我希望他真的像校长说的那样心软。 他像是才回过神,蹲下来用宽厚的手臂抱住我。 他把我放到的房间里面,我顺着墙壁蹲下来,听着他跟我妈说话。 顾老师,你看见我家四娃没? 顾善默依旧温和的声音传来。 怎么了?我刚刚从镇上回来,今天还没见过他呢。 听见他这么说,我才浑身松了口气。 我妈的声音逐渐远去,我呆呆地看着他推门走了进来。 他蹲在我的面前,皱着眉头看我。 我现在的情况不用想,一定很难看。 他用手指着我的伤口,语调轻微地说, 你这个伤,我生怕他会嫌我麻烦,急忙喊道。 我恢复很快的,我被镰刀割过都可以一周恢复。 真的?你不用管我,不会花您一分钱。 我睁大着眼睛,渴望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满意。 他叹了一口气,又将我抱了起来。 你这孩子,后面的声音太轻了,轻到我没有听见他说了什么。 他确实心软,就像校长说的那样。 我只是简简单单地将我的遭遇描述了一遍,他就义愤填膺地握紧拳头。 你这妈妈是怎么回事? 哪里有这么对待自己孩子的? 你放心,等下周,老师就要走,我们一起离开这里。 我就这么在他的房子里躲了起来。 白天他去上课,就会用锁把我锁在门里。 我听说我们一家去找了校长,我妈指着校长鼻子骂他是人贩子。 村长耐不住我妈的骂,把校长的房子全部翻了一遍。 顾善默告诉我这些的时候,我紧张得快要窒息过去。 他笑着揉了一把我的头发,放心,他们不敢来查我的房子。 我很好奇为什么,直到后来,我真正出去的时候,我才知道,有一些人,他们天生就是站在金字塔的顶端。 规则和秩序,对于他们而言,根本不是枷锁。 村长不会来查他的房子,哪怕我妈在他门口堵着,他都不敢来。 顾善默叙叙叨叨地跟我说了很多事,他说搬上那个最聪明的女孩不来了。 他说他要结婚。 顾善默说着,眼中满是不可置信,他才多小啊,为什么现在就要结婚? 说完,顾善默就闭上嘴巴,一脸歉意地看着我。 我无所谓地向他笑笑,我问他,原来我不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吗? 他慌乱地说我是,但我清楚他在撒谎。 他连眼神都不敢跟我对视,我扑痴地笑出了声。 顾老师,是我妈的声音,我刹内间收起了笑容,缓缓地看向门口。 他过躁地拍打着门,用难听的声音嘶喊着,顾老师,我来看看你,能进去坐坐吗? 我没想到他还不死心,竟然会自己一个人来顾善默这边看。 顾善默紧促着眉头看向我,我妈还在不停地拍着,到后面甚至开始了踹。 他大声地吼,你是不是把四娃藏在你家? 我就说村长一直不肯让我查你家的屋子。 你说,你是不是心怀鬼胎? 我听着摇摇欲坠的门,心脏也垂直地跌落在谷底。 我真的,逃不掉吗?顾善默打开了门,看着我妈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。 我听见屋子被翻找的声音,她翻看了每一处的角落。 顾善默语气十分不好,像是压着怒气一样。 你在找什么? 我妈的声音依旧刺耳,我找我家四娃呢,一定是被你藏起来了。 我咽了一口唾沫,刚刚慌忙间我躲进了井里。 听着地面的声音,身子向着下面更深地进了一步。 我不小心地踹到了石壁,那声音震耳欲聋地在我耳边响起。 上面突然寂静了下来,没有一个人再继续说话。 我紧张地要命,感觉我的心脏发出的声音像是敲鼓一样大。 不要再跳了,不要再跳了,再跳真的就要被发现了。 我无助地唾弃着自己,牙齿死死地咬住嘴巴。 我感到头顶一片的黑暗,有人好像向着我伸出了手。 李翠,你干什么呢? 村长呵斥的声音响起,你跑来顾老师家干什么? 我听到了校长的咳嗽声。 他用沙哑的声音说,你是现在还要说顾老师是人贩子吗? 我妈倔强的声音响起,是,我,她。 清脆的巴掌声,伴着我爸的怒斥传进我的耳朵。 丢人现眼,败家娘们一天天地敬给我惹事。 我妈的哭喊声,还有我爸怒吼的声音像是一首闹剧一样,轮番着上眼。 最后,好像是我爸成功了,因为我没有再听见我妈的喊声。 再接着,村长用我没有听过的卑微语气,不停地向顾善默道歉。 真的不是故意的,他就是一个疯子。 孩子不见了,妈妈都着急,您体谅一下哈。 顾善默一句不吭,直到校长开口劝和,他才勉强地哼了一个好。 关门声响起,我从口中重重地缓过一口气。 我的胳膊已经全部酸掉了,衣服滴滴拉拉地流着水。 浑身上吓得难受,像是这个时候有了知觉,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。 我感到顾善默把我摇了上去,皮肤在接触到空气的瞬间冻得我直打哆嗦。 你怎么流血了? 我听见他的喊声,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他把我裹在棉被里,用干燥的毛巾给我擦头发。 你真的挺厉害的。 我听见他夸我,转头对着他笑了笑。 我妈敲门的时候,我就知道自己应该躲在哪里,不会被发现。 那就是井里,晚上灯光黑,不仔细看不会发现下面有个人。 顾善默死活不同意,他非说他有办法。 可我不会把命运交到他的手上,那样会让我很不安。 于是我直接跳了下去,手上攥着粗糙的毛绳。 下面真的很深,我只能靠着一只手撑着全身的力量。 顾善默一边让我死死拽紧,一边疯狂地给校长打电话。 花朵,你一定要小心。 他颤颤巍巍地对我说,你要是死了,就是彻底留在这个村子里了。 我也就是凭着他这一句话,还有那堵在心口的气,硬是在井里单手掉了快半个小时。 其实,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。 顾善默骂骂咧咧地给我换药,他用手指着我的额头,警告我要是再干一次这么危险的事情,他就不会再带我走。 顾老师,我们什么时候走? 明天就走。 他很轻地揉了一下我的头发,我已经联系好了,我们明天就出发。 天还没亮,顾善默把我从房间里面抱了出来,弯腰送进一个狭小的空间里。 那里面有椅子,前面还有个长得很好看的姐姐。 他回头对着我笑了一下,温和地说,你好,我叫方希。 我有些害怕地蜷缩了一下,顾善默拍拍我的脑袋说,他一会上来,可以爬起来看,玻璃是单向的。 我有些听不懂,回头看疑惑地看他。 他笑着,重新说,你可以坐起来看看外面,放心,外面的人看不见你。 我有些诧异,试探地露出了一个脑袋。 外面站着很多人,其实我还有些害怕,后来发现确实没有人注意我。 我看见顾善默跟村长握了一下手,校长驮着背站在旁边。 在他们握手的时候,校长嘴巴挨在顾善默耳边说了一句话。 再接着,顾善默肉眼可见地僵了一下。 我有些胶着,想爬起来看得更仔细的时候,校长突然直直地向着我这边看过来。 他像是可以看见我一样,指了指自己的口袋。 我跟着他的动作把手伸进口袋里,摸到了一张很小的纸条。 我没有动,就这么静静地把手放在里面。 顾善默上来,坐在我的身边,对着前面说,走吧。 我靠在玻璃上,看着村子离我的视线越来越远。 我妈妈还有爸爸也在里面,他们的身影逐渐变小,很快变什么都看不见。 顾老师。 我开口轻声说,其实花朵不是我的名字。 顾善默愣了一下,点点头问,那是什么? 我没有名字。 我对着他笑了一下,我妈从小到大都叫我四娃,花朵是我自己取的名字。 我知道我现在的笑容一定十分的苦涩,不然顾善默也不会面色开始变得凝重。 我缓缓地说,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名字,随意地跟我的人生一样。 那个时候,我还很小。 我不懂妈妈为什么讨厌我,我趴在她的腿上,问她,我名字是什么。 村里的孩子都有大名,我的哥哥们也一样。 只有我,只有我跟他们不一样。 妈妈嫌弃地踹了我一脚,看都没有看我一眼,从一旁走过。 碍事的东西,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把你送到校长那边。 我不知所措地坐在地上,被他踹过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。 小孩子对情绪的感知是最敏感的,我能感到妈妈对我的厌恶。 我坐在地上大哭,被妈妈拽起来,丢出门外。 最后,是校长在雪地里把我抱回家中。 我趴在她的背上,雪花就这么落在她的头上,四周都是雪白的一片。 在这白茫茫的地上,唯一的颜色就是长在石头上面的梅花。 我指着那束花,问校长那是什么。 校长轻声说,那是梅花,正可谓是梅花香自苦寒来。 我不想听见苦字,我的人生已经出现太多的苦头了。 可我很喜欢这束花,因此我给自己取了名字,叫花朵。 我觉得世界上,每一束的花都是勇敢的。 顾善默手掌带着很温暖的气息,她俯上我的脑袋,很好听。 她温和地说,我很喜欢你的名字。 我的鼻子突然有些酸,我没有看她,转头看向外面的景色。 外面的景色已经不是我熟悉的深山老林,也没有土地。 我看见有路人走走停停地互相笑着,有孩童被家长牵在手里,手上几乎都拿着一两个的吃食。 这是我所没有见过的温馨场景。 我好像真的离开的那里。 车停下来,顾善默丢下一句让我跟着前面的姐姐后,转身匆忙地离开了。 我有些害怕,想要喊她,却怕她嫌我烦。 我只能压抑着自己的心情,跟着前面的姐姐回到了她家里。 我不太清楚他们做了什么,在我待着的一周后,方熙重新送我上了学。 外面的学校果真跟顾善默说的一样,课桌全部都是纯木打造的课桌。 我学得很刻苦,因为我清楚,我跟他们的差距真的十分地大。 在学校里面的时候,我没有一个朋友,他们在暗地里都叫我乡下来的穷人。 我不在意,再侮辱的词我都已经听惯了。 唯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,我在学校晕倒了。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,我迷迷糊糊地看见前面站着顾善默。 我激动地要死,刚想叫她的时候,听见她很低的声音传来。 你不应该逼她那么紧的,她本身就是山里出来的,肯定不能跟城里的这些小孩比。 等醒来的时候,把她送到私立学校吧。 学习什么的,不用管,让她开心就行。 方熙有些犹豫的声音响起,还是要学一些吧。 不然以后怎么办?顾善默漫不经心地说,总归是我把她带回来的,又不是养不起,大不了我养她一辈子。 我心脏猛得一顿,耳朵边听不见任何的声音。 直到很久,我才逐渐感受到自己的身体。 顾善默好像离开了,方熙也随着她一起走了出去。 我睁开眼睛,静静地看着天花板。 大不了养她一辈子,养我一辈子,我真的,有这么无能吗? 你醒了?方熙看见我,惊喜地走了进来。 她给我端了一碗粥,我沉默地喝着,等到碗里的粥见底的时候,我抬头看向她问, 姐姐,顾老师之前是哪个大学的? 大的师范,怎么了? 我笑笑说,没事,我就问问。 等着她离开后,我在被窝里面,用手机查了被大师范的招生成绩。 从这一刻开始,我就发誓,无论如何,我都要考进这里。 方熙带着我去改了名字,我的新名字叫花心。 她给我解释,说意思是遵循本心,不吃心香。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,比我自己想得要好很多。 从那天后,我的生活就开始变得枯燥起来,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学习。 只要我睁着眼睛,我就开始学习。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高中。 我也在时隔两年后,再次见到了顾善默。 她戴上了金色的眼镜,穿着黑色的西装。 她笑着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红包,告诉我好好学习。 我憋着一口气,不想理她。 她好像也没有很在意,只是端着酒杯跟桌子上面的人交谈。 在离开的时候,她喊住我问,喜欢你的名字吗?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,方熙在旁边笑着说,能不喜欢,这名字要是能实体,她怕是要每晚抱着睡觉。 这个时候,我才知道,我的名字是她取的。 那所谓的意思,也是她对我的祝福。 我有些微妙地想,她是不是并不是我想我那样,把我当成一个任务。 今晚的月光格外地亮,她挺拔的脊背映在我的眼瞳中,我的心脏猛地一颤,不自觉地想。 或许,她也挺喜欢我的吧。 等到后面很久的时候,每当我回忆起我高中的时光,发现里面并没有任何的故事。 除了枯燥的作业外,唯一的乐趣就是顾善默的消息。 我才知道,她当时去村里支教是因为她跟她爸闹了矛盾,她爸爸想杀杀她的锐气。 而现在,她已经没有再做老师了,而是去开始管理家里的公司。 我整整三年都没有见她,每次的见面时间都会被各种的事情打断。 高考结束出门的时候,我看见她在门口抱着花看我。 她笑着跟我打招呼,我没有忍住,冲上去抱住了她。 她有些惊讶,但还是像小时候那样,轻轻地抱了一下我。 她问我想要去哪里上大学。 大师范,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着。 嘴巴上面,说得确实不清楚,能上哪里就去哪里。 她安慰道,你已经很厉害了,不用太给自己压力。 我没有吭声,只是对着她笑了一下。 高三的暑假我终于可以闲了下来,自由自在地干自己的事情。 我问了姐姐,一个人去了顾善默公司帮忙。 我还是想要帮她做些什么,哪怕是简单地打扫卫生。 她是除了校长外,我最在意的人了。 说起校长,等我出去后才知道,口袋里面的那个纸条是她的电话号。 姐姐管我管得很松,我一直都有一部可以自由使用的手机。 我就用着这个手机,固定地跟校长联系。 村里的信号不好,我们每次都聊不了太久。 我考上A大师范的时候,第一个就告诉了她,她比我还要激动。 声音高昂地夸赞,真棒。 真棒啊,大师范是我之前的梦你知道吗? 我没想到你竟然考上了。 我害羞地笑着,挂断她的电话后给顾善默打了过去。 她真的很惊愕,震惊到很久都没说出话来。 顾老师,我想要装严肃,还是没有忍住,扑斥一声笑出来说, 学长,今天好。 从大学后,我的时间就自由多了,跟顾善默见面的时间也多了很多。 她工作很忙,我经常待在她的办公室等她。 那天下午,我过去的时候,看见有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女人坐在她办公室。 看见我的时候,她上下打量片刻,讥讽地说,顾善默喜欢这一类型啊,怪不得。 我心里有些微妙,却也没有解释。 她在旁边坐了一会,半晌后,吃笑一声,转身离开。 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,依旧保持着姿势没有动。 顾善默过来得很匆忙,她进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四周, 愁愁了一下问,刚刚没有人来吗? 我抬起头,看着她的眼睛问,顾老师,你要结婚了吗? 她表情立刻慌乱起来,有些着急地在我面前蹲下,没有啊,你听谁说的? 她就是我父亲合作的女儿,我之前都不认识,我刚刚没有人来。 我打断她,对着她笑了一下说,我来的时候,这里没有人。 大四毕业的时候,校长突然主动给我打了电话。 这还是她第一次给我打,其他的时间都是我给她打。 在看见她号码的瞬间,我心脏猛地就颤了一下。 我手抖得有些拿不住,颤颤巍巍地按了接通。 那边传来的喘气声很重,重到我的整个耳朵都是那个声音。 花朵,校长沙哑着嗓子说,我能求你帮个忙吗?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她就开始剧烈地咳嗽。 您怎么了? 我慌张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,在这一瞬间的思想像是拉长了一样,脑海中刹内间蹦出了两个词。 死亡。 人老了,各种问题就出来了。 在校长断断续续地说话声中,我才窥探到当年她的故事。 校长在很早之前,就是在城市里教书的,可她教得太差,还很频繁地收礼。 家长统一在一起,写了状告书交了上去。 那个时候,校长还是铁饭碗,将育局思量了很久,决定把她下发。 于是,她就来了我们的村子。 在没有遇见我前,校长想的都是呆一阵子,呆一阵子后就离开。 没想到她遇见了我,这心软,就这么呆了一辈子。 我没有孩子,父母也很早就死了,花朵。 她的声音中带着祈求,我只能求你,我求你接替我一阵子,不用太久,政府那边很快会派来新人。 她的声音带着难受,这地方太苦了,我实在是没有精力教他们,可我若是不管,这些孩子怎么办啊? 晚上,顾善莫来接我,我们一起去外面吃饭。 在车上的时候,我告诉她,我说我要回去。 她像是没有反应过来,一边给我系安全带,一边问回哪? 村子。 我话音说完的瞬间,她动作就停住了。 再接着,她的眉头死死地皱在一起。 花心,你要回哪? 她紧紧握着拳头,压抑着怒气说,你好不容易从那里出来了,你告诉我,你要回哪? 校长要死了。 我想对她笑,但在扯开嘴的刹那,眼泪就流了出来。 她求我,她求我去帮帮她教一阵子孩子。 我哭着看着顾善莫问,顾老师,我能不答应吗? 顾善莫将我抱在了怀里,我揪着她的衣服问,你等我吗? 这话眉头莫尾,但我们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。 等。 她的声音依旧沉稳,像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那样。 多久我都等,我闭上眼睛,脑海中播放着我曾经的记忆。 我的十二岁前,无时无刻都活在黑暗中,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活下去。 那个时候的我,永远都想不到在十年后,那个胆怯弱小的女孩,也终于成了别人的寄托对象。 现在大大方方地走进村子,都不会有人认出我就是四娃,哪怕是我的父母。 我拿着课本,走上讲台,下面的孩子笑嘻嘻地看着我笑。 我跟顾善莫曾经一样,用粉笔写下自己的名字,回头温和地对着他们说, 我是你们的新老师,我叫华欣。 番外,在大三时,我去了很偏远的山区当支教。 那里真的打破了我对于贫穷的定义,我无法想象在当今社会中还会有这样的存在。 更加可悲的是,他们没有一个对于知识有明确的认知,麻木而可悲的一复一日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。 但是比较令我惊讶的是,有一个小女孩一直坚持每天都来上课,她是全班出勤率最高的学生。 我询问了她的姓名,看见她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。 她大声地告诉我她叫花朵,很新奇的名字,我很快就记住了她。 村子里面的吃食很少,我是他们中吃得最好的,可就是这样我也常常食不下咽。 我会一周出去一次,用一天的时间在比较远的镇子上面去简单买一些东西,带步的工具就是校长那俩破旧的魔的。 这天我照旧去了镇上,买完东西回来后天已经黑完了,拎着买回来的东西走到我住的地方时,惊讶地发现门口蹲着一个人。 是花朵,她蜷缩在我的房门口,小得几乎让我看不见她。 她看见我的时候,哭着告诉我,她说她妈妈把她卖掉,用来换钱。 起初我还不相信,直到她妈妈暴怒地找了过来。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我把她藏在了我的家里,我要带她离开这里。 一周后,我带着花朵离开了这座村子,那个头发花白的老校长拉着我说,不要再回来了,不要,带着她再回来了。 我沉默地看向花朵藏身的地方,深深点了点头。 就这样,我带着花朵离开了大山,回到了现代城市。 我托人给她办了一个崭新的身份证,给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,花心。 以为遵循本心,不吃心香。 但我着实没有想到她会考上大学,毕竟她同其他的学生差得太多了。 更何况,她还考到了我的大学。 我的大学,虽然说不是最好的学校,但也是排得上名号的数一数二。 我无法想象她用了多少的努力。 她永远都比我想象中的厉害。 在那个暑假里,她便天天来我公司帮忙,整个公司上下都知道她了,笑称她是我的小女儿。 只有跟着我很久的老员工知道她的身份,一个个和我一样震惊,指着花心说这个小姑娘真的太厉害了。 我不可否认,我自认倘若我是她的话,我绝不会是她现在这个活泼,大方的样子。 开学那天是我开车送她去的,在大学四年,只要一有时间,她就会来我这里帮忙。 毕业的时候,她突然告诉我,她要回村子。 我第一次跟她发了火,她哭着告诉我,她说校长要死了。 我一下子愣在原地,顺着身体的本能抱住了她。 她揪着我的衣服问,顾老师,你等我吗? 很无厘头的一句话,可我听懂了。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,放弃一样说,等。 都到这个样子了,怎么可能不等呢? 送走花心后那一晚,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。 我想起老校长的阴容样貌,还有她那句话,不要带她回来。 我更睡不着了,气愤地从床上坐起来。 什么呀?不让我带,你自己喊回去算什么呀? 在花心走后的三个月后,我实在忍不了。 我把手上所有的事情都扔给我弟弟,在他控诉的眼神中开着车一个人回到了那里。 村里还是很贫穷,但是已经可以看见有新盖起来的楼房,地上也没有曾经那么的肮脏。 村子里面的人少了很多,我看了一圈,也没看见熟悉的面孔。 花心找到我的时候,我已经把整个村子都转完了。 她看见我时,很惊讶,但同样也肉眼可见地开心。 她带着我一边慢慢地走,一边给我介绍这个村子现在的情况。 她说像她当初那种的事情,现在已经没有了。 很多的年轻人更愿意去外面走走,现在村子里留守儿童居多,最好的情况是大家对于读书无比地重视了。 我看见花心一动一动的嘴唇,我已经听不太清楚她在说什么了,我整个眼睛都是她的嘴巴。 她也发现了,慢慢停了下来,站在我的旁边看着我。 不知什么时候,我们稳到了一起。 我脑子一闪而过她小时候的样子,接着又迅速被她现在的样子所代替。 我们牵着手往她住的地方走时,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热情洋溢地喊她花老师,她也大大方方地应答。 有人指着我和她牵着的手,调侃地笑问我是不是她丈夫。 花心笑着高声说,快了。 其实这个结局是我这辈子都意想不到的,但是也格外地美好。 小花朵,小花朵,一颗长在淤泥中的小花朵。 只要将它从肮脏的地方拔出来,它的心香就会遍布每一个角落,尤其是将它拉出来的那个人。